西材树怎么过冬呢? 西材树是一种大型的多种植物 它的叶子非常奇特 顶端就像一个小小的锡盘 所以有了这个寓意非常好的名字 那么西材树在冬天应该怎么样呢? 西材树是非常怕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它的最低温度 不能低于5摄氏度 然后尽量放在光照最好的地方 停止施肥 特别要注意 浇水一定要少浇 我的做法是能不浇水的就尽量不浇 因为它在低温的情况下浇水 很容易会一节一节的烂掉 而西材树是非常耐旱的 一个冬天不浇水 顶多就是叶片发皱而已 等到春天回暖之后 再重新恢复浇水 叶片很快又会变得肥厚饱满了 叶片很快又会变得肥厚饱满了